各位網友你們好 歡迎來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 Channel 又到了秋季的當季日劇集集追 看完就吹吹水 不放心 這次也盡可能不劇透不爆雷 不過我也不敢寫 因為有時候講內容的時間 也可能牽涉到內容 所以我現在也不寫了 但是網友都開始發現 我開始錄日劇的時間 有些失敗,但敬請見良 練習就比較好 聰聰在我們的假期 紅日假期前 推出了兩套我看過的電影 先根據次序是錯的 因為相片的時間有點不同 其實相片大家會看到 螢光幕其實相片好像這套 但我說的時間的次序有點排過 這套並不是不好看 我覺得喜歡警匪罪案片 這套也非常精彩 不過你會發現我會講出一個問題 因為當中有些我覺得比較 要很大的故事性安排 你才覺得合理 否則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套 有看過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大家都知道 現在你看到我 thumbnail 即是我們那個截圖 你也能看到 那套日劇叫做 潛入兄妹 特殊欺詐特命搜查官 潛入兄妹 一聽到潛入就知道 又是我們一般的所謂的 叫做 什麼 我們叫做 寫的突然之間不醒不起 臥底 沒錯 臥底的劇集 這次臥底的情況 有些特殊 輕妹 你說是否劇鬥 我不知道 他們的犯罪對象 這次是一些 屬於欺詐的組織 所以這套戲是屬於 有智慧型的一種安排 看下去的時間 卡士說 紅又可以 你說不紅又可以 因為應該在人氣上升軌道 尤其是女主角 女主角的人氣上升軌道 不過 戲裡面暫時發揮機率不太高 有待日後的劇情發展來改變 閒話休題 我們首先要進去官網看一看 那位網友 我立刻要把他移私去官網 大部份朋友都有機會上過他的官網 因為我永遠都會上他 看看發生什麼事 按道理 今天一定要做 如果我不做的話 第二集基本上了 已經有更新的狀況 主要整個故事 我不會在官網上和相關圖給大家看 因為他每集更新 對不起 更新的時間 咬字不清楚 更新 更新的時間 他有一些人物加插了下去 也 他扮得好像 那套佔領大機場 佔領大醫院 鷹井祥那套 他會牽涉到什麼青鬼 什麼鬼蜜鬼 什麼顏色鬼 那些 又或者什麼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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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他會逐集逐集揭露他的樣子 才會把那個人物加進去 因為第一集 對不起 第一集尾 其實又揭露了第一個相關人士 所以如果要保留資訊 就最好了 最好今天不在他的官網看 你問我是不是很大的影響 不大 因為他的佈局比較有趣 所以我希望賣個關子 等他逐個禮拜 加的時候 我逐個禮拜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製作 之類 永遠官網都是這樣 所以你自己有空看看 最有趣的就是他那些所謂的 現在開始因為電視劇集 不是那麼容易賺錢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有一些 關於他們的劇集的產品 貨品 之前其實我沒有故意跟大家研究過 但是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看看充電器 機殼等等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牌挺有趣的 他本身你看起來 他就是霓虹光管的一種鋪排 然後兩個剪影 這些是最典型的 某程度 活色生香的感覺 你說老舊也行 你說潮就行 因為現在很流行 Cyber Fuel 就用這種效果 好了 不要說太遠 有朋友說我 你喜歡自己說什麼 說什麼 有時候捉不到你用神 我又告訴你 我有別於一般的頻道 如果我只能報道內容 我就像一個報道員 我覺得沒有什麼趣味 我主要就是分享我看過的東西 然後把我的想法和大家分享 這種溝通是需要比較靈活一點的 所以希望網友在這裡給予耐性 我也要回到最重要的部分 你看到最後這裡寫著幻獸 沒錯 犯罪組織以幻獸的形態出現 剛才你看到有不同的吉祥物 稍後我們也會說一說 由於第一集尾出過吉祥物 所以我稍後再和大家討論一下 然後 在我看完第一集的故事內容前 先要介紹他們的陣容 這套東西期待的原因 陣容其實有一點關係 我們先看看 非官網在舊陣時候的編排 你會發現幻獸的部落 幻獸的部落就是犯罪組織 這個犯罪組織牽涉到主要五名人士 一名是隊長 以鳳凰為首 然後有四個幹部 你看看 全部都是我們東方熟悉的 青龍 豬雀 白虎 原武 我們經常說 你看風水也是這樣說 左青龍 右白虎 前豬雀 後原武 用回我們華人文化的背景 來命名所謂的幻獸 如果你有研究 其實每一種幻獸當中 是特指一種動物 尤其是你看完原武 不知道是什麼 但如果我們有看過 無論是風水師的介紹 或者如果你有看文獻 我們都會知道 在這裏不詳細說 每一集就揭露 可以這麼說 接近每一集揭露 上一集 剛剛第一集 就揭露了其中一個幹部的人 其實是誰 這裏我不想即時給大家看到 因為是第一集的尾 由於我們每次介紹 都是介紹尾發生的事 所以現在暫時買個關子 鳳凰是什麼人 總之是一個特殊欺詐的集團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待會我再講故事 主角當然牽涉到 要潛伏入犯罪組織的兩兄妹 這兩兄妹分別就是阿哥和阿妹 待會再講 有趣的地方 第一個 原來是警察官 即是做警察的 第二個 你會看到 我這裏沒有查 我不知道他這裏寫什麼 不要緊 他有妹不知道做什麼 應該我記得了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電腦很厲害的人 沒錯 他負責電腦相關的技術 你可以這麼說 不是一個壞的黑客 是屬於一個有負正義感的黑客 你可以這麼說 然後會牽涉到 當然因為他是做 不是特務 Sorry 經常都說錯了 他基本上是用來做 臥底 他經常都不一種臥底 當然他會牽涉到幾件事情 就是跟他相互聯絡 一卵嘴都說不出發生什麼事 跟他聯絡的一些警官 你看得到 這裏就是神奈村遠的警官 負責聯絡他們 待會我再講一講他們的分工 以及一些奇怪的事項 大家都很熟悉 待會我會逐個人的介紹 然後他又會牽涉到 他一部份犯罪組織下線的人 以及相關的人物 好人壞人 暫時不知道 你看得到是一些參與者 參與者 如果你有看他的故事 就是招募回來 所以他的背景到底會不會再有落墨 我們著墨 我們就不太清楚 但是你會看到 犯罪集團的下層成員 應該不牽涉到暫時這四個人 第一集會看到這個部分 另外你會發現到 還有一些和還獸 所謂的犯罪組織有些連繫 為何會這樣呢 一會我講故事的時候再繼續講 牽涉到有兩位的人兄 這兩位我覺得我自己記得 是入山行來 入山行來好像是女團的畢業生 所以我的印象當中有 但是因為樣子變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好像不像 另外當然牽涉到 你們也看到 父、殺害、恨 這個很明顯 兩兄妹應該去查他父親之死 而他父親之死的原由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犯罪組織 怎樣誤打誤撞進去 我稍後嘗試解釋一下 因為我不想透露太多 整個故事的劇情就是這樣 而犯罪集團是甚麼類型的呢 我先看看 他沒有說 他沒有說 我就暫時不要說 然後再說說人物 人物的陣容 你問是不是很重 重份量 重份量 很重量級 不是 因為第一集你看到 我和大家再講日劇的時候 是說反丁龍士 很出名 他不屬於 他是新一代的 較出名 就是 你看得到 龍星糧 龍星糧 其實我對他印象最深 一定是在一部電視劇 我現在看看龍星糧過往的內容 你看得到 他最新的那一套叫做潛入興梅 另外有一套將會上升 不是將會上升 他已經上升了 4月7至6月9 但我還沒看 因為我有想過看這套 EKMA Games 惡魔遊戲 基本上是來自漫畫作品 他有份 我大概會有印象 之前你看到 Vivant的部分 即是戒雅人做的那一套 一集 很清 是不是一集 一集還是兩集 好像 好像電影一樣 我還以為 Vivant好像不是一集 不要緊 總之就是一套日劇 這套日劇 我想這套日劇 挺精彩 亦令戒雅人的神探 我覺得是神探 的感覺非常重 而且我覺得他有後續 所以這個部分 可以大家繼續等候欣賞 其他有時候 深色了 做主角的那些 我好像沒什麼印象 他寫著主角 應該有時候會寫著主角 這裡沒有 要寫著雙主演 他也寫得到 另外 我最印象深的 一定是 這一套 一上去 GTO 沒錯 這套GTO 特別一點 這套GTO 不是反丁龍市那套 這套我會告訴大家 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很年輕 我會再給大家一些圖片 然後陸陸陸陸陸 他也在不同的電影中出現過 但對我來說 我不會記得他 但我會認得他 這種情況 例如《極樂天使》 我最近看了 遲些有機會 將一些我舊的 看過的日劇 我會再說 不是當季 但我再看回頭 會告訴大家 《極樂天使》 然後我自己 跟著看的應該是 《成人高校》 《法醫女王》 《刀納水雙令和》 這些都是重拍的 《同期的小英》 聽過 還沒看 《迪修詩之船》 一定 我看過 因為是屬於 《燭內梁真》 那套 我通常會有追韓線 稍後《燭內梁真》 也有一套 非常精彩 我說了不稱職的那套 所謂的日劇 稍後 如果他上了 我再告訴大家 我相信 如果大家 打開遊戲機 都會知道 他這次的主角 可能他不是很稱職 但我看過一些傳播 不知道如何 稍後再跟大家研究 三十五歲少女 一直都有拍開 所以他是一個所謂的 慢慢慢慢上升 為什麼我的印象最深刻 一定是我先說的 原因是我想和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 GTO 這次不是他 即是不是反丁龍士 是新一輯 反而是Aquila 如果你看到 你會看到 是Aquila 林志玲老公 他是老師 學生 你看到 所有的學生 很年輕 這就是龍星糧 看到嗎 在這一行 第四個 由左至右 數到第四個 如果看不到我的箭嘴 你就看到 龍星糧 隔離片記梁太 稍後也會有日劇 我有機會也會說 另外一個 又有日劇 我也曾經說過 他的谷池風磨 我欣賞他 他不是在這套劇裡面 不過我反過來看他的風格 我當時真的沒有留意到他 我覺得 似乎戲好了 因為如果 潛入什麼 佔領大醫院 佔領機場 佔領醫院 佔領大醫院的時間 有他份 做得不錯 但是他的版本 也有點生硬 但是他比一般的演員 已經有些改善 尤其是他用GTO的時候 更加有趣 我覺得有趣 我用有趣 大家大概明白 一直都是這些學生群戲 他慢慢慢慢上位 所以這個人的戲露 我覺得 在這次來說 沒有說的 因為年輕也好 到了青年人也好 學生也好 青年人也好 他本身表達的那種狀態 你會看到這些 看起來成熟了多少 他有一點點都是那種 年輕暴躁的狀況 但是 又要留意 他在這套劇裡面 不失他的智力 他是一個 很優秀 很懂思考 和觀察力 很強的人 大家都明白 因為他也要帶他妹妹進去 其實這個不是很大的 待會我會再解釋一下 這套劇的內容 另外 女主角大家都知道 百目利可子 百目利可子 所有人皆知漢文的位置 一定是 First Love First Love 大家見過這張海報Netflix 不是他做主角 是滿島光做主角 但是他負責做滿島光 年輕年代的階段 你能看到 滿島光的少女時代 由百目利可子 你會發現到 找不到什麼資料 在我們中文的版本裡面 所以一會兒可能 也要過去日文版本看一看他 不同的是滿島光 滿島光已經有所謂的系列 這部分是需要人去幫忙完成 暫時還沒有 不要管他 這是他第一個給我的最大的觀感 但事實上 他本身 跟著也有一些其他的日劇 也有份參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看看 而我覺得 在我印象當中 在First Love之後 你看到First Love 大概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這個沒有關係 不要緊 你看到 潛入興妹 他也有份 另外還有一套 就是GTO的Revival 我不知道在上兩集裡面 曾經說過 反丁龍市 教化完的學生 那班學生長大了 很明顯 過了十幾十年 然後他要再回到GTO的版本 他不可能還是做年輕人 不可能還是做年輕老師 所以 學生長大了 反而變成老師 當然他就是老師中的老師 在Revival裡面 你當作特別的系列 一集過的形式 來試水屈都可以 這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我上一次也說過 非常刺激的原因 因為當時有些是年輕人 我認不到他大 原來他現在變成型男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內容 其實已經有很多報導 另外我對白目利可止的印象較深 就是這套孔明 這套東西 逆的時間 會逆做派對孔明 派對卡孔明 抱歉 是不是叫卡 他叫做派對卡咖啡 派對加孔明 咖啡 派對加孔明 他本身來講 就是做一個 不算主角 配角 我感覺上 因為主角本身 就是上白石文哥 和向井里 向井里的樣子 我想大家知道 上白石文哥沒見過 就看看這張照片 OK 然後他後來遇到一個 所謂的女生 女生叫做白目利可止 他不算多的良相 但也會看到他有些氣 他只是做回自己 只是一個玩音樂的人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去進行 另外也有些其他人 那些人也屬一屬面 不過現在不是在說 派對卡孔明 所以我就不特別說了 只是說一說 白目利可止 其實本身也是屬於 最近某程度力捧的對象 大家可以看看 戲裡面坦白說 沒有什麼發揮機會 而且我覺得 做這個所謂的 臥底難度很高 因為演戲要很好 要潛入去 有時候要聰明 有時候要假裝笨 現在他的樣子 看上去是賣美 所以比較困難 而且他的身材比較高挑 所以有些動作 因為你知道可能會打 他本身在劇裡面 本身應該不太會打 所以他又發揮不到 打鬥的模式 所以 所有東西給我感覺 是一種負累 所以這個部分 他比較難發揮 儘管看看後面 有沒有特別的安排 因為 始終這個集團 不是屬於打鬥鬥的 武力上的集團 是有些智慧的部分 你要看到他有電腦的知識 最後來應該是在詐騙集團裡面 需要一些所謂的電腦知識 才能夠 不要說是偵破 參與 甚至乎 去偵破 他們的一些惡行 好了 如果有興趣這些犯罪片 可以看看 他當中當然不只是一些純的智慧型的部分 他們都有打鬥 不過他們全部都交給龍星梁 你看上去 好了 這裡 以後我就要開始講一下他的內容 講到內容之前 有另一個我一定要提一提的 就是《及穿光博》 《及穿光博》屬一屬面 是嗎? 沒錯 我告訴你 我最近因為查一查他有關他的以前資料 最遠 有些朋友都聽我講過 就是在網絡時代 剛剛開始的時間 他其實有到戲 是講電郵的東西 那一套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首先可以看看網絡的成長 互聯網如何出現 如何發展 另外也看到《及穿光博》當年那個人 在戲裡面 我覺得是一般的 另外再找到前些 原來他不是拍戲出身的 他是唱歌出身 如果找到他唱歌的年代 你會很驚訝《及穿光博》 原來是這樣的形象 稍後有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他現在變成了一個中佬 所以他的形象會正一些 所謂正一些或正常一些 依然都會做壞人 依然有時候會做好人 要看他 比如我上次說的東京大飯店 他就做一個好爸爸 如果你不是 比如說他那個龍鷹二 他是做壞人的 很明顯 要賣學校 所以他各樣的角色都做得不錯 不過他的樣子真的大少少邪邪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什麼看法 我現在開始會說一說 我對他這部電影的看法 如果怕劇透的網友 你們自己自行衡量 但我盡量都不說太多 但是本身的劇情中 在一開始的時候 首先他本身很有趣 他先交代了這兩兄妹之間的關係 要交代的時間就要說他爸爸 他爸爸一開始很緊張 我告訴你 如果你看的時候就正常警匪片 然後安排就是兩兄妹 一會兒的時候 已經說過兩兄妹做了一些很特殊的事情 為什麼我要一直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做了一些很特殊的事情 引致到他要做臥底的原因不夠強 當然是很合理的 但是我覺得不夠強 他利用了幾件事 大部分你們看過臥底片 都是利用幾件事來要他做臥底 我剛才說過 因為他很討厭殺害他爸爸這個組織 所以剛巧他又會認同和肯去做 可以叫做半推半就 因為有些部分他理論上不可以不答應 否則會陷入另一個問題當中 正常只是他進去 說完 他進去而已 但是很明顯他的妹妹聰明 他妹妹知道這件事 所以一起想著加入這個組織 你一聽到就覺得奇怪 是不是? 他要進去做臥底 要得到所謂的警察同意 他的妹妹加入 理論上就先沒有得到他同意 但是你會發現 一直往後沒有理會這件事 當然他有安排到 我再說說 安排了 但是整件事的進入這個組織 我感覺上太兒戲了 怎樣兒戲呢? 大家看看 如果覺得不兒戲 你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很兒戲 大家也可以留意 因為一個這麼有組織的犯罪組織 連一個本身做警察的老差骨 都可以殺了的話 這兩兄妹 貌貌然 沒有理由會這樣 所以戲裡面嘗試去交代這種衝突 但事實上我感覺上 就不是太合議 但是第一集裡面 你不可以要求太多 另外他第一集已經給了這麼多東西 你看你還想怎樣呢? 因為很明顯他第一集 就要安排了所有角色的東西 已經進去了 然後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會看到 他已經盡可能了 但是可能是我要求高 不知是我要求高還是怎樣 所以網友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吧 另外要說一說 他當中裡面 警察的身份很奇怪 他在用軟硬兼絲嗎? 不像 但硬得來令人不舒服 到底他們之間 和以前 和老差骨之間 到底是有沒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和怎樣合作 這當然是未有交代 我猜應該是有的 否則太抽離了 還是他父母的東西 是完全不會說的呢? 我相信不會 因為第一集 用了頭十多分鐘左右 五至十分鐘 去安排這個變化 應該有一些連續性 這個部分 是有待在其後來講 現在我看下去 及川光博是正人君子 但是往往你都明白 安排就是要出其不意 所以最後會怎樣 現在我先說定 他會不會 不是我們想像中 這樣的呢? 稍後再說 另外我剛才說過 他們本身的骨幹成員 其實是很高層的人物 他特地中間 會有一些穿針引線的人 但是你會發現 第一集 我覺得已經出現了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奇怪的事情 第一 我首先都會看到 他也披露 其中一個幹部成員的身份 當然稍後可能要角力 又或者要埋到他身 諸如此類 但是正常 他一直在形容的時間 是很難進入他們的核心範圍 但是你第一集就好像很順滕地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 如果網友看了警匪片 調查片 有什麼心得 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按道理就是 逐步逐步就會出現 你會看下去 好像我們之前那一套 鷹井祥那一套 的戲 我覺得 逐集逐集揭露都是好的 但是逐集逐集 很明顯跟故事性是有關係的 到底鳳凰搞什麼 其他幹部是不是這麼厲害 還是因為這樣而太廢 有時候你會知道戲會爛尾 我們拭目以待 這兩天應該都已經出了翻譯的內容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出這段片 否則我看完之後 不然又連兩集 你就會嫌我這段片長 今天我簡單簡單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對這套潛入興會有興趣 不妨就收看 分分鐘就好像我這樣已經看了兩集 今天還是明天應該有第二集的出現 說了的時候 我盡快拍片 因為相關圖已經更新了 12日已經更新了 剛剛昨天 所以應該昨天已經播了 然後我會密切留意這套潛入興會 到底是否精彩 坦白說 雖然我覺得是犯駁 但是很多時候看電影就不要搏鼓了 講鼓就不要搏鼓 看電影就最好不要搏太多 只不過是滿足自己的內心世界裡面 會不會覺得很合理到很喜歡 所以我盡可能不會以一個批判的角度 我通常一定是用欣賞的角度 只不過是欣賞當中我們也有些期望 我會把我的期望放進去 如果他和我的期望值很相似 你就知道我 力退 所以各位網友 如果對日劇有興趣 又對這一類型 查案警匪片的性質有興趣 甚至對這兩位主角有興趣 繼續追蹤他 日後會不會有更大的發展 不妨花一點時間上網 找一找這套 潛入興梅 我相信可能香港的電視台 也有機會扣入這套片 我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暫時看下去 你看到這些背景 像我們那時候旺角 所以看下去是五光十色 有一種趣味 但事實上 他的詐騙集團 不是這樣的 所以千萬不要誤以為 另一些警匪片 好了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過這段影片 還沒看過這段影片 在下面可以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記得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請多多支持 我要快點準備下面幾集 因為我今天也看了幾套 明天應該會陸陸陸陸陸陸上youtube 希望和你們的興趣都有關係 今天就此作罷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